大家好,我是H唱会梦类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英雄介绍 上官网儿是历史上著名的才女 诗词出众,巾帼不浪虚美 是武则天的得力助手 王者侠国中的上官网儿 被定位为法师,刺客型英雄 增加了书法笔墨的元素 寻云流水的动作诠释她的飘逸领动 上官网儿的被动技能是笔阵 多次普攻会强化攻击 对一条路径上的敌人造成伤害 每个技能的笔墨互相触碰 会对附近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 并且上官网儿触碰比例 能恢复一定血量并激活强化普攻 这个被动能让上官网儿在前期 倾限速度或打野速度更快 触碰其他技能时回血 能使自身保持一定的回复能力 一技能是转法提示 三官网儿朝指定方向 挥出一记笔墨 笔墨会迅速减缓飞行速度 并对触碰着敌人造成法术伤害 达到最远距离时 笔墨会爆炸散开 对附近敌人造成伤害 一技能是优秀的远程消耗技能 只要掌控好距离 打出二段伤害 可以使输出翻倍 二技能是飞白长风 三官网儿在指定方向下笔 落笔时对敌人造成伤害 再向网儿的位置进行输写 输写过程中对触碰到的敌人 造成伤害和减速效果 要注意的是 输写的终点是以释放技能时 上官网儿的位置为准 而死刑的输写路线增加 毛笔触碰到敌人的几率 配合一技能可以打出高伤害 三技能是张草 文灵 三官网儿与笔墨共舞 对一条路径上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 如果在冲刺过程中 命中了敌人 或者命中其他主动技能的比试 就可以在短时间内 再次通过移动 发出冲刺 完成多段冲刺后 会跳跃到空中 此时进入不可选中状态 并且不断朝附近敌人发起攻击 造成法术伤害 对于同一单位的多次攻击 伤害会衰减 大招能够进行多段位移 但是每次位移都需要命中敌人 或者命中其他主动技能后才能继续释放 想要成功完成连续性的冲刺 非常考验大家的操作 需要多多练集 需要注意的是 冲刺停止期间 可以攻击和施法 并且中断后会根据释放次数返还一定CD 三观网额及远程消耗能力和切入能力于一身 AOE伤害高 一般情况下 我们可以先用1技能 接着利用2技能的减速效果流伦 再释放大招触碰敌人 或触碰其他主动技能 持续多段位移后 进入不可选中状态 对范围内敌人连续发起10次攻击 但是上官网额在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机动性差 极其怕控制 所以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用网额打中单是比较稳妥的玩法 作为中单 三观网额倾限能力和消耗能力好 前期用1-2技能稳定法语 对自己操作比较自信的玩家 可以用三观网额尝试打野 三观网额的切入能力十分优秀 团战时 等待敌方的控制技能出手后 找准时机 释放大招 进场收割 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技巧 即使对手躲在塔后 我们在塔外使用大招触碰 1-2技能 提前累积一定的冲刺次数 进入不可选中状态 可以越打枪杀 明文我个人推荐 狩猎心眼梦眼 因为上官网多次普攻可以触发AOE伤害 更快的攻击速度 可以帮助你打出普攻的额外伤害 偏重选择法穿是由于游戏进行到中后期 敌方有了一定的抗性 法穿可以有效的提高攻击力 出装这里我选择了冷静之靴 来缩减技能cd 四神之输 保证线上的续航能力 回响之杖 博学者之怒 和虚无法杖 能使上官网儿的伤害最大化 到了游戏后期 我选择挥跃来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 最佳搭档 鬼骨子可以配合上官网儿再近处累计冲刺次数 刘邦可以为他增加 顾盾 减伤 两者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上官网儿的生存能力 当对方阵龙出现上官网儿时 记得善用控制技能打断他的大招 大大降低上官网儿对我方的危险 并且仔细观察对方二技能的释放方向 避免被减缩和突袭 黄梦兰冬黄太一等控制较强的英雄 都可以轻松克制住上官网儿 好了 这期英雄介绍就到这里了 我是AG唱完会孟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